請問人家部長您怎麼看待可能發生或是正在發生的全台化現象 我想非常重要就是台灣應該持續來作為關鍵的供應鏈的角色 那這個其實就是強迫我們自己 也讓我們自己可以讓其他的有門國家還有全世界都知道台灣的重要性 那如果就半導體來講的話 那半導體台灣的技術是領先 而且非常重要是台灣的半導體的這樣在製程方面的群聚效果 是沒有一個國家有辦法代替的 那所以我們應該說持續讓台灣在這裡持續進步 持續擴大我們的這樣的一個在全球不可被忽視的地位 那所以這個沒有去台化的這樣的議題 我們也應該讓它不要去台化 讓台灣在全世界被看到台灣的重要性 那台積電的這個休假 我昨天也有跟公司聯繫了解 那第一個台積電這個其實是 它的一個跟員工溝通的一個新的模式 那它會這樣是因為台積電的員工現在越來越多 那所以它就希望能夠定期跟員工溝通 那這個溝通內容是非常多 不是只有休假這件事情 那休假的部分是這樣 事實上之前台積電因為訂單非常多都被追著跑 所以員工也其實是很辛苦都在加大班 那現在因為到年底了 那它只是提醒員工應該有的休假 不要忘記了 那另外就是現在也不像之前這樣子 都要超出產能的百分之百 所以機械也可以正常來做維修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它只是提醒員工來進行相關的休假 那我覺得這個對員工長期之前在這麼高壓的情況之下 舒緩情緒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至於台積電的業績跟訂單 那在法說會其實都講得非常清楚 台積電的資訊都是非常透明的 那業績其實也都很好 訂單也都還是很滿的 所以我們應該對台灣這樣先進的高科技 沒有辦法取代這樣的一個技術呢 大家應該要有信心